何国荣 未必每个香港人都能说出这个名字 但是当你一见到他 你一定认得他在电视剧里 饰演过外籍高官、警队高层等等的角色 他出生于澳洲坤士兰 之后来到香港发展 并且成为电视台的特约演员 对于全球公民意识 何国荣有什么看法呢? 他的理想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一般的香港人的公民意识是有限的 是 因为香港和其他地方是一样的 基本上他是看自己的报纸 看自己的电视 尤其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中文人 你要看英文 其实是需要功夫的 需要出力的 是 如果你好像我这么懒 我都情愿看英文 就不太中文 所以我懂得看 但我情愿看英文 因为舒服点不用出力 所以香港人大部份 都不会看英文的新闻 所以你是规限了 是你看香港出的新闻 小贩是香港一样非常吸引的东西 这些鬼都来了 又有客人来了 看到路边这些小贩 是卖着衣服 或者买着油炸鬼 或者渣炸 很棒 很特别的 未来的年轻人 是真的要团结 唯香港要团结 而且他们要 我每次都跟他们说 你投诉你投诉 我是不喜欢这些人 得过投诉 但是 就不会用心想解决方法 平时工作可以找到食物 然后暂时 就可以失踪两三个月 去其他地方学语言 那就会很理想 香港的快清人 我觉得 我很喜欢用快清这个字 很棒 千万不要放弃 你们就 用点心思 学习做事 认识问题在哪里 想想解决方法 你们想到的事 我们想到的 你们做到的事 我们做不到的 香港的前途 将来都是传却你们的 希望你都要用心 所以我们做到好的 解决方法 给大家 我们做到的事